大家好,我是空菜,我现在在金钟河大街啊,今天零下好几度啊,这个天气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去吃一顿火锅啊 今天我们就去吃一下这两年在天津非常火爆开了非常多店的一个铜锅蒜肉 看一下菜单啦 调个小料啊 都上来了,我们来看一下,点了三个肉啊,一个是手切羊肉,一个是上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煎子 然后莲柔啊 豆皮啊,白菜啊,金针菇 现在我们要开始吃了 调了一个芝麻酱啊,里面就加了一点韭菜花,还有香菜,香葱,一点辣椒油 先来看一下这盘手切鲜羊肉啊 这是半斤,半斤的话是30块钱 立盘不倒啊 然后其实吃蒜羊肉的话也是很有讲究的啊 一片一片蒜 当然啦,你可以说我穷 一般家里有矿的是怎么蒜的啦 它都是这么蒜的 整盘下去的 这个羊肉差不多了啊 其实不管羊肉下多下少,你只要记住一点,就是下多少捞多少 不然煮太久,它就裁了 这羊肉看起来还可以啊 然后一般讲究的人怎么吃啊 来点这个麻酱料 然后这样拌着吃 然后像我这么不讲究的,一般都是直接这样站着吃啦 直接拿到碗里站 应该是我什么 嗯 我说你可以再换成我什么这样吃 可以 这羊肉还不错 这个是羊上郎啊 就是那个 羊颈椎 上面那块肉 然后吃蒜羊肉的话其实就清汤 吃这个羊肉的本味 这个上郎也行了 妹妹你从这边的盘子夹 这边 羊上郎啊 这个会比刚才那个肥一点,然后比较有一点点筋对 下点蔬菜啊 白菜也是吃酸羊肉必备的啊 白菜也是吃酸羊肉必备的啊 羊腱子啊 这羊腱子也行啦 可以明显看到它那个腱子上的筋啊 羊腱子啊 可以明显看到它那个腱子上的筋啊 吃这个蒜羊肉我就喜欢吃这种 鲜切的 不喜欢吃那种冻的 新鲜的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一口羊肉 然后再来一口甜蒜 这样真的非常过瘾啊 我觉得甜蒜是吃蒜羊肉必不可早的一个啊 很香 这是羊腱子,来你们多吃点 一点盐 一点香菜 吃到最后啊 讲究的人还得来碗羊汤啊 不太好咬啊 一个烧饼 摘下这个酱 然后来碗 羊汤 这顿蒜羊肉就完美收官了啊 这个蒜羊肉这两年在天津真的非常火啊 开了得有几十家店嘛 然后今天试了一下 我觉得它的羊肉就是从 笨量味道 都还不错 它的笨量挺大的 像那个羊肉的话是半斤 半斤的话是30 然后那个上脑是38 然后那个剑子好像是36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顿总共是花了19 买酒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喜欢空窗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空窗外面 大家评论怎么收藏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大家可以顺便讨论一下 吃火锅你最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留言一下 看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菜 看啦 还好 好 好 好